朋友打电话说钓到一只变异撬嘴 邀我火速去拿 昨天下午接到朋友电话说钓到一条变异撬嘴 并给我发来定位 于是我即可火速前往 因为撬嘴这类鱼出水非常容易死 所以我尽量赶时间带上了冲氧泵 沿途有大大小小的水库 但唯独只有那一个出现过变异鱼 根据定位找到了朋友钓鱼的地方 到达了目的地 我们来看看钓到变异鱼的这个小水库 面积还是很小的 大概只有两三亩的样子 以前我都是从鱼商手中收购变异 这个小水库还是头一次发现 来看看朋友的收获 轻衣色的红旗帕 朋友钓到的正是这个短身型 以前从未遇到过这种类型 颜色是普通的体色 但是体型非常非常短 就像Q版的一样 但是由于鱼钓钓到钓伤了嘴 已经是命悬一线 黄颜色的那条是黄化也是一种变异 和我之前收集的黄化红旗帕类似 黄色的是旁边钓有钓的 据说也是头一次钓到这种 回家途中天色已晚 没想到来拿一条变异鱼 竟意外又得了一条黄化 真是好试成双 到家就把这两条鱼安排上了 最担心的这条短身型 嘴巴撕裂严重 背部发白 非常危险 下了防止感染的药 抱养看看能不能捡回一条命 这条鱼还真是超级压缩板 身体的长度与身体宽度相当 愣是比旁皮鱼还短 关键是从背面看 脊椎还非常正 没有异常弯曲 过了一夜 今天去看它 目前没有出现异常 颈背部发白的地方 似乎有些恢复身色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只可惜嘴巴估计是要废了 就算活下来也是个活子嘴 非常感谢朋友和那位 萍水相逢的钓友 不论结果如何 我都会尽力而为 我会陆续更新这两条鱼的状况 更多视频敬请关注